最近整理我的泥架子 发现还有这么多的偷胎泥没有玩 而且还全都是工厂泥 我真是不记得啥时候买了这么多了 不如今天就用它们来一个大火泥吧 其实颜值还是不错的 先来一个巨蟹座 有没有这个星座的小可爱呀 不得不说哈 这些工厂泥的质量那是相当的好 以前买的手工泥全都已经化了 但是这些工厂泥还是完好入厨 拉伸性也不错 再来一个史莱姆原液气泡胶 就这么不惊夸吗 第二个就微容了 不过这个史莱姆原液有点发黄是咋回事 放久了吗 第三个来一个小黄花花吧 黄花花有了再来一个紫花花 哟这个填充物还不少 五颗不同颜色的小毛球 这个拉伸性在工厂泥里已经算好了了 这里还有一个黄花花 勉强可以指纹解锁 呃这个这个我不太敢玩呀 哎呀不行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 算了算了 最后是这一盒 这盒我记得花了二十块 别问我为啥记得它 因为过一样 蛤只有这么一点吗 本来这个瓶子 啊不对这个盒子就小 这都是啥呀 我的天呀 比泥干还干 你们看完全按不动 另外两个呵呵 这个这个已经干得剩这么小了 天 老板你这二十块钱也太好赚了吧 这个也一样按都按不动 还抠不出来 所以我花了二十块只买了它们四个 就这四个 五块钱一盒 真便宜 还好还好 不是很年少 我还是老老实实混泥吧 你们记得 以后如果看到刚刚的那种盒 千万不要买 这老板的心真是太黑了 还好今天混出来的颜色不丑 不然我这个心呀 挖凉挖凉吧 还是有一点年少的 好了 那你们知道 今天我已经用了多少盒泥来混泥吗 我已经用了多少盒泥来混泥了 我已经用了多少盒泥来混泥来混泥来的